福多多小朋友越狱了 一开始踩着猫窝往外翻 太高了我怕怕 可能感觉太高没敢翻 就又翻回来了 放弃了 没过多久就爬到窗台这里 想从这里下去 正好窗帘挡住了视野 他可能觉得只要看不到下面 就说明不高 然后就失足掉了下去 接着就开始在办公室里溜达 哇 他不是走路 玩电脑了 可能对外面的世界又好奇 但是又有点恐惧 即使大门敞着也没敢走太远 逛了一会儿就想回猫窝了 但是腿太短 怎么也爬不上去 快看他扒着栏杆无助的样子 我都想去帮帮他了 奶爸奶妈这会儿应该是在收 其他的猫和清理垃圾 不过最后还是碰到了宝然大哥 让他把奶爸喊了过来 这猫这是什么叫出来 狗叫 吓人呐 结果这小东西还吼奶爸 他吓唬人的时候就是狗叫 哦 雪猫是吧 他平常被挨打的时候就嗯嗯 回猫窝的多多愣住了 他可能在想 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傻了 怎么了 不该回来吗